当你半夜饿到不行的时候 可以把一大盆小葱切成三段 当我半夜饿到不行的时候 可以把一大盆小葱切成四段 锅里面适当多倒点油 用小火先榨一下小葱的葱白 锅里多倒点油 用小火先榨一下小葱的葱白 与此同时做一碗料汁 多来一些生抽和老抽 再做一碗料汁 多来点生抽和老抽 再来一些麻油 再来一些麻油 再来一些甩都甩不出来的蚝油 再来一些一甩就出来的蚝油 其他地区的人一勺糖 无系人得用两勺糖 河南地区一勺糖 其他地区我也不知道 葱白捞出 把小葱的葱绿给放进去油炸 葱白捞出 葱绿放进去油炸 葱炸至有点微干就倒入料汁 炸至微干就倒入尿汁 料汁再煮一分钟 葱油就搞定了 尿汁再煮一分钟 葱油就搞定了 我们可以用这个葱油 煎两个高品质的鸡蛋 可以用这个葱油 煎两个高品质的公鸡蛋 像这样的细挂面 一次至少得吃两捆 这样的白象大辣椒 咸蛋黄火鸡面 一次我最少得吃两包 淋上一大勺葱油 淋上一大勺葱油 再放上蛋黄粉和调料包 口感吃起来沙沙的 辣而不燥不烧味 这就是地道又好吃的 本邦葱油拌面 这就是我半夜 饿着肚子做的蛋黄拌面 我已经闻到 咸蛋黄和葱油的香味了 老子们快去试试吧 viu-viu-viu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